文明朗 民主兵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先带大家来看到 花莲先政府从去年就向中央争取增设文化健康站 至今已经扩增到了90站 而为了考量服务长者以及家庭照顾的失求 那么随着疫情降级 8月2号开始有条件的开放文件站的服务 那么原则上是保持三级防疫的作为 而工作人员防疫的覆盖率需要达80%以上 希望降低染疫风险的同时 也能够满足部落长者的照护需求 县长徐正卫表示 一部落一聚会所是花莲县政府积极推动的目标 聚会所是族人生活休息 仪式祭典 凝聚部落精神与促进文化传承的重要空间 现阶段已完成的部落聚会所有6座 以施工等待发包的共有11座 希望能够在明年能够完工启用 一产开地顺利万事太极 副委员在担任县长的时候 从我们的89个聚会所 再加上我们花东基金二期 2.57亿 我们在2.57亿当中完成了6个聚会所 这是在2.57亿已经完成了6个聚会所 所以正会会说这个县政是延续的建设是要不断的继续 所以在从108年到现在我们完成了6个聚会所 用这个二期的花东基金来完成 而二期再加三期一共有2.57亿 二期再加1.99亿三期的花东基金 我们一共要做31个聚会所 我要谢谢所有的族人所有的头目 能够包容很多行政程序的漫长法令的修正 所以我要再一次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尹拿妈妈 所有的家人能够理解工部门的困境 而更谢谢解铃人也就是立法委员 原住民委员会主委一将拔路尔 在致辞时提到花莲县政府向圆明会提报预算 新建31座部落聚会所 而南华部落聚会所周边环境设施 连外道路的师座工程 预计在明年能够完工 相信借此完成之后 必定能够让乡亲有更舒适的生活品质 我知道部落最关心的尤其是南华部落 对于要来到这个我们的聚会所这个连外道路 过去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经费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来之前我有特别跟同学了解一下到底卡在什么地方 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主要是在过去两年当中 可能地方报的计划一直没有符合原来我们核定的项目 那经过不断的协调公文往返之后呢 同学已经跟我讲说已经大概计划已经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现在议定在今年的我们例行的这个工程的审查会议里面 会列入审查的这个补助的这个部落之一 连外道路之一 所以如果实业核定的话呢 我们一定应该是明年的议算就可以核定 县长徐正会表示 部落聚会所的新建有赖中央、县府、乡镇公所通力合作 县府将负起应付的责任加速计划的推动执行 并成立跨局处式的推动小组 对有计划的执行进度、个案变更、新办事业的专案审查、土地取得等问题 进行协助解决 把部落族人的期待化为推动的力量加速进行 尽早完成新建 记者林杰、吉安湘采访报道